保齡茶室中毒一云 风波越烧越大 现在更曝出产险业者间通报资讯 保齡茶室的公共意外责任险保单 已经过期五个月 据了解北市府法务局 向产险业者调阅保齡茶室承保资料 发现产品及公共意外责任险 在去年十月早已到期 虽然业者口头表示要续保 却迟迟没有缴交保费 也导致保单因此失效 等于所有理赔责任 都必须由业者自行承担 保齡茶室是否因为和百货 将在三月底合约期满 才会侥幸未续保不得而知 但确定的是 现在除了得负起赔偿责任 还得吃上巨额罚款 按照我们目前公共意外责 他的一个人的理赔的上限 一个人是六百万 在一年当中不能超过六千万 如果生物超过十个的话 还是会受到这个六千万的丧心的心思 换句话说 就算业者有投保 如今超过十人受害 也得自掏腰包赔偿 而台北市也规定 营业面积大于九十平的 餐饮业者必须投保 公共意外责任险 而每年投保后 也要送市政府备查 但保龄却在面对稽查时 拿出两张过期保单 试图蒙混过关 S3的保险公司也是国泰残险 那大时代广场 它的投保公司是新安东京残险 我们也要求这两间保险公司 在这两天内就本次事故 是不是在他们保险城堡的范围内 做出对有利于受害者的解释 两天内回复 要求保险保单内容 我们要求要以受害者的利益来考量 市府也要求法务局协助对负责人 相关财产进行假扣押 另外也向投保的百货业者询问 能否依公共意外显出保 替无辜受害的消费者 争取最大权益